哈喽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迪丽热霸 她是一个非常坚韧的 非常有勇气的 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 但她又是温柔且强大的 会有人喜欢我 有人讨厌我 不断地去否认自己 去怀疑自己 有些评论会让我变得更好 女生看到这个剧眼会去看到安妮身上的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是没有任何一个角色 是小角色 一直没有挑战的话 我就会一直在数十圈 我们检察官办案是有特殊要求的 我们的眼睛要比所有人毒 心要比所有人细 手要比所有人勤快 耐力要比所有人足 首先请跟我们介绍一下安妮这个角色 我饰演了安妮 她是一个非常坚韧的 非常有勇气的 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 公私分明 她能够去做到一直保持自我 一直能够坚守自己作为一名检察官的这种力量 第一肯定是和前辈们演戏会有一些压力 很多时候我怕自己没有给对方对的一些反应 会影响到对方的表演 但是他们一直都在鼓励我 导演也是 我就会觉得每天都有在成长 每天都有在进步 一直没有挑战的话 我就会一直在舒适圈 说实话是有的 但我也做不了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的脸也变不了 我也只能就是顶着我的脸去演 但是我更多的是在这个角色的塑造上 让观众去相信他是一个检察官 当然我也有去看很多人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啊 或者怎么样 后来在配音的时候也会去想 哎呀 我这点怎么就有点不像呢 就会有很多否定自己的东西 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聚播出来之后可以看到观众真实的想法 最初的时候其实确实是找不准 开拍之前跟导演去沟通和真正的公诉人去沟通的时候 发现检察官这个职业他是以国家的角度去面对所有人的 所以他是一个很中立很客观的一个角度在法庭上的发言 不会有情绪特别大的波动 不是那种可以外放的一个角色 但他又是温柔且强大的 他的那些力量都在内心 让我们介绍一下处于案底的一些高光明场 他在每一次的庭审 在面对那么多人的时候他没有怯场 在面对对方律师特别苛刻的一些角度去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 面对一些被告人的一些威胁也好 包括他在最后破解的最大的案子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他的高光时刻 案件人关了不起啊 想跟我掰扯 想跟我杠 没有关系 但这是另外一个会议室的事情 今天在这儿我们谈论的是重启723 这次和同大文勇士合作的感受都一样 非常开心 因为以前大卫哥他有去我们学校做过一些自己的分享 那个时候我在拍戏 等他分享完 大家都有做一些就是笔记之类的 拍戏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那些都是当时的师弟师妹们没有分享到的 真的就是切身有体会到他的专业 包括他去跟我分析角色 跟我去分析每一场戏的一些逻辑上的东西 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播出之后呢 师弟也会引起很多的讨论 可能以前会去在意的更多 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 有讨论就代表大家真的有在认真去看 观众的讨论和观众的评价 也会让我们这些剧 包括剧里的角色都变得兴活起来 那我也希望公诉这部剧的讨论 也可以让大家去更多的了解到 关于电信网络诈骗这些方面的一些套路 我自己的话 对于我个人的一些评价呢 我觉得对于我角色有帮助的 我都会去看 有需要去改进的我也会去改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可能会有人喜欢我 有人会讨厌我 那以前会觉得说 可能是我不够好才会这样 就会不断地去否认自己 去怀疑自己 但是现在的话 我会觉得 有些评论会让我变得更好 反而是会激励到我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我可能不会看到自己的不足 可能不会看到自己有很多 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那我会希望女生看到这个剧 也会去看到安妮身上的这种 不服输的精神 包括去面对 你可能自己认为 不会去完成的挑战的时候 你能有那种勇敢的决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理想当中的 一个样子 也是安妮呈现给观众的样子 也是我希望每个女生 都可以拥有的样子 我说可能会有点小 可能会让大家没有共鸣 比如说我在完成一个工作的时候 对这个角色已经充分了解了 我很轻松就能够驾驭这个角色 虽然很少会有这种角色 能够让我轻松驾驭 但是希望会有这么一天 当我去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候 我的安全感会很强 所以这个怎么看 检察官这个角色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 我也没有了解过 而这个剧本来了 所以就演了 只是一种角色之间的跨度 以后也会去演古装剧 也会去演偶像剧 觉得主要就是角色和剧本 以前会想很多 会觉得会有这个角色来找 我可能会有那个角色 我适合这个适合那个 会给自己有很多期盼 但是现在的话 我是觉得是没有任何一个角色 是小角色 可能以我的能力是做不到百分之百 但是我希望每一个角色 我都能够拼尽全力 做到百分之我心里的那个数 最后再给我们安妮一下 公诉这部剧 会是我们生活当中 都会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案件 我希望大家看到之后 会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其次是关于安妮这个角色 他们是一群 在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角落 默默都在保护我们的人 非常可爱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 关注到公诉 可以关注